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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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湯 我們今天要來分享的是 iPhone跟Mac系統的電腦傳說這件事情 我們知道如果你是使用Windows的電腦 你應該就沒有這樣的困擾 因為你只要將iPhone接線到你的Windows電腦 其實那裡面就會跳出一個 類似像你平常插USB隨身碟 或是記憶卡的概念 就是會跳出一個槽 那你可以直接在裡面將檔案複製出來 或是直接刪除裡面的檔案 你只是不能複製檔案進來 都是一樣的 但是在Mac裡面 如果你想要管理iPhone的照片 無論使用第三方的工具 比如說像以前有出現過 iTools或是其他的工具軟體 就可以幫你管理裡面的照片 但是其實我覺得還是沒那麼的方便 如果你只是想要將照片匯入到你的電腦 或是想要大量的去刪除你iPhone上的哪些照片 其實你不一定要使用第三方的工具 因為我知道蠻多人其實都不喜歡去使用中國開發的軟體 但是這類軟體說真的大部分都是中國開發的 對比較少是國外開發的軟體 那這不是重點 重點我們今天就是要來分享 就是要怎麼去用內建的軟體 應該說功能 來讓你的iPhone的照片 很方便去匯入到你的Mac電腦 你也可以很方便在電腦上面去刪除iPhone上的照片 比如說當你iPhone的照片 如果使用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你可能發現容量快沒了 就會去做整理的這個動作 那我們今天就是主要來的分享 要怎麼去做整理會比較方便 首先我們在電腦裡面 我們要先找到影像擷取這個功能 除了你去透過Lunchpad裡面去慢慢找之外 你可以直接在右上角按搜尋的功能 直接找到影像擷取 或者是你可以comment-f 也可以呼叫spotline這個搜尋框 你就可以直接輸入影像擷取 然後直接去找到這個App功能 打開之後 這時候你可以將你的手機接上你的傳輸線 然後跟電腦接在一起 第一次使用 如果你從來沒有接過你的電腦 有可能會跳出需要你信任 或是不信任這個圖示的按鈕 那你記得就按信任就可以了 然後iPhone是要在解鎖的畫面 當你讀取完之後 就會在這邊影像擷取裡面 就可以去查看你iPhone裡面的照片 就可以去瀏覽 縮圖 它不是說點兩下可以看到放大 它主要是看縮圖 那如果你想要下載的話 你就只要選擇 你想要下載的照片或影片 這時候你就選擇完之後 直接按下載 它就會將你的選擇的照片或影片 直接輸入到你選擇的資料夾 在左下角這邊可以去選擇 如果你預設沒有想要在這幾個資料夾 你就選其他之後 去新增資料夾 或是選擇你要的資料夾就可以了 這是輸入的方式 那如果你想要刪除你的照片的話 你可以選擇之後 然後在編輯這邊選擇刪除 然後就可以將你選擇的照片 就直接刪掉了 用這個方式去管理是還蠻方便的 那如果你是一次想要備份全部的 你也可以點全部下載 然後就可以將所有的照片 匯出到你的Mac電腦裡面 那大家一定會想說 用影像擷取跟應該很多人都聽過 或是使用過內建 有另外一個功能叫做相片 是專門用來管理跟處理相片的 阿朗認為那是一個比較 我覺得它是一個蠻麻煩的軟體 老實說 雖然內建的那個相片 它在管理這件事情 我覺得它是算方便的 但是如果只是要用來讀取檔案的話 或是你想要抓出檔案到你的電腦裡面的話 我覺得它不是方便的 當你將照片匯入到相片的那個APP的時候 它就只有輸入到相片那個APP裡面 它並不是在你的電腦裡面 儲存到某一個資料夾裡面 如果它在從相片裡面去匯出到你的電腦的某個資料夾 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對我來講 我還是習慣像Windows一樣 我就是直接讀取到某一個資料夾 然後去做管理 我覺得這是比較方便的 就提供給大家一個方式參考 我相信很多就是用Mac的人 就是對於iPhone 大量輸入照片到電腦裡面 都有這樣的困擾 所以之後你可以試試看影像擷取這個功能 那就可以讓你在管理iPhone的照片 或是大量匯入的時候會更加方便一點 那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 我不是拍電腦裡面 下次再見囉 掰掰